他们我俩外出学习 其实就是我们嘎茶的一户人家呢 他们买了安格斯维尔 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刚在路上看到的 我们这里主要养殖的 要么就是夏诺兰白牛 要么就是西门塔尔牛 我们来看看 学习一下 这个地方挺漂亮 不过是另一个嘎茶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一家呢 是穿过这个嘎茶之后才能去到 虽然去的时候 这个路是穿过这个村子才能去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的 确实是我们村子的住户牧民 大村就是这么神奇 通过另一个村子发现 到的还是我们村子的地方 有时联系的地区 多大 簽名簽啊 不簽名簽 不簽名簽名簽臥 �aj嗎 贏嗎 贏嗎 贏 哈哈 不簽名不行 谢谢大家 风有点大 真的有点不少 他们在这个村上非常好 草帽上 他们的地方是尽量点都没有放药的草场 然后他们顶着是会由今天才到 一般这种草丛里有孤孤的 长了 灰顶人吧 你看到这个好多好景都好 还有积水 这样的地方呢 草长非常好 好 还有一点 小鸟 一点一点一点 你拿耳朵 跳啊 赶紧跳 下不来 下不来你上去干什么 我们车停的比较远 你跟叔叔送 然后我就带这 吃完这西瓜就出来了 新西兰进口 坐船过来的这些牛 因为他们家操场是挺大的 然后还租了点操场 所以呢 进的牛比较多 将近200只 它上的每一只的价钱非常的合理 虽然一直是一头是一万多 但是呢 也还申请到了这个 政策的补贴 之后下来是9000多一头 非常的合算 然后他们两岁 现在就已经带肚 带这个牛肃脑 就是怕要下牛肚 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 也看看 少养精养嘛 如果不行 咱们把这个我们家的牛品种也换换 这是他们盖好的棚圈 回去的路上还碰到了 在脑袋呢 又是我们的蒙古语照学环节 衣服呢 我们今天接着学习 鞋 鞋字用蒙语照 虾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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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 虾 虾嗨 虾 虾 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